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12月8号的关天下新闻 我是李一帆 新北市长朱一伦在8号今天早上出席美商公司AOI 领口新设厂房洛城典礼时表示 台湾过去重视经济的发展 但是民众都没有享受到实质经济发展的果实 新北市相当重视创造就业机会 AOI是台湾人在美国创业的典范 回到台湾若能够再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是全民之福 在洛城典礼上市长朱一伦表示 台湾长期以来重视经济成长 重视投资以及优质性产业 却忽视利益是否公平合理分配 是否照顾更多的员工 以及是否提供年轻人更多的机会等问题 因此新北市近年调整方向 以协助更多年轻人就业为目标 鼓励投资台湾 根留台湾的企业将利益与员工分享 我还记得今年年初 林总裁到市府来 特别提到要扩大台湾的投资 要促进我们最重要 最关心的就业的机会 那我特别强调一件事情 林总裁刚刚提到 要增加在台湾八亿的投资 但是我马上就问下一个更关键的问题 他可以从现有的350人 要增加到多少就业的人口 林总裁跟我说 目标2500人 这让我想起来 现在台湾最需要的 就是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 朱伦表示 翔茂今年初拜会市府时 除了提供增加新台币8亿元的投资外 还可以创造约2500个就业人口 因此市府全力支持这项计划 也感谢企业将国外发展的成功经验 带回来贡献台湾 我们新北市这几年在方向上 做了非常多的一个调整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块 就是希望所有投资台湾 跟留台湾的 必须要把所有的利益 让员工大家共享 让我们创造更多青年人就业的机会 这才是我们的目标 过去长期来 台湾重视经济成长 重视所谓投资 甚至重视所谓的优势性的产业 而忽视了 忽视了 这中间利益是否公平合理的分配 有没有照顾到更多的员工 有没有给青年人更多的机会 一次再一次的教训告诉我们 我们要重新的调整 经济发展局表示 小贸公司是台湾人 在美国创业的案例 回到台湾 若能再创造2500个就业机会 比任何投资都更重要 杰峰娘是五常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